在这个新闻画面可以看到 日本首相监职人 昨天是首度来探视福岛灾区 可是发生到现在已经三个星期了 负责处理的东电公司 却一直不断的出包 导致现在民间也是批评了声浪四起 现在就有网友在网络上面 是公布了东电的官员的住家地址 还有一些薪资等等个人资料 甚至还发出了死亡威胁 日本首相监职人 22号首度先生辅导灾区 向东电员工鞠躬致意 还进入到距离核电厂 方圆20公里的撤离范围内 一座战时当作东电辅导 核灾控制总部的体育场 了解进度 不过东电经过三个星期的抢救 被民众批评 不仅明显失职 处理不当 还多次发生东电人员 错误计算辐射值的乌龙 其中一个发言以如何 猝死东电高层为主题 还有评论回应 猝死太便宜他们了 应该叫他们进驻核电厂 负责召开说明记者会的 东电官员们的个资 也被公布在网路上 从住家地址到薪资全都录 东电表示 每一天都接到 四万笔的抗议客诉 警察现在每天都在 东电总部外围站刚 CNN的记者现身 东电员工宿舍抢要采访 却遇到男子强力阻碍 随后六名警员也立刻抵达 还要求CNN 不能播出拍摄到的画面 为了避免民众对于东电的愤怒 发泄在一般员工身上 原本标明 东电员工宿舍的牌子 先是被用黑色胶带盖住 后来直接改成员工宿舍 东电员工各个人心惶惶 中间新闻卢玉涵 综合不导